五六名機車騎士 沒戴安全帽 直接在馬路中間 猛吹油門狂飆 過程中有人趴低 身子降低風阻 還有人幾乎是 躺平的姿勢騎車 萬一發生意外 恐怕真的要躺平 標車的騎士 甚至在路上油門全開 一旁還有圍觀民眾 幫忙錄影發出驚呼聲 而他們飆車地點 就在台中市 水南中央公園 是少一點 不會像這一條那麼多車 但是還是有車 你看現在又一台 23號晚間 池多位機車騎士 在起航路上進出狂飆 由於路旁 就是錦鄰中央公園 全段六七百公尺 都是梯子路口 平時人車稀少 警方貨報立刻到場查氣 但現場飆車民眾 已經鳥獸散 但還有發現 四名騎士有改裝排氣管 依法開單通報環保局採儲 有關兩輛以上車輛 與道路上有禁食進氣式行為 可阻氣談並三萬元以上 九萬元下至重罰 另外一片中騎士飆車 警方也調閱監視器 鎖定車主通知道案說明 除了依危險駕駛 要開出三到九萬元 不等的罰單 禁訴部分也將依公共危險罪名 移送地檢署偵辦 TV新聞賴崇龍 台中參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www.tv. Feeling